2024年6月7至9日 网络言论选和药文热点 狭义的豪强也就几十万 一个县几百个 某人说 浙江省五个县的教师 发不出工资了 刘仲敬说 五月复国唯一出路 6月6日刘仲敬说 印台联盟极其自然 几乎不需要成本 而中国的反制 不仅成本高昂 而且适得其反 其实装聋作哑 才是最有利的 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即使承认台湾独立 也不过是把注定失败的 太平洋战争 换成更加耻辱的 中印甲午战争而已 事与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 陆战比较好控制情况啊 要打成甲午有难度 刘仲敬说 当然是海战了 中印都在搞大海军 不是印度摧毁中国海军 巡回杨子江国际水道 就是中国依托巴基斯坦 吉布提斯里兰卡的珍珠链 瓦解印度帝国 马六甲为戒 印度扬归印度帝国的妥协 对双方都是不可能的 印度海军经验较多 类似日本素质较高 中国海军吨位较大 类似倾国北洋水师 事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 中共最应避免的就是海战 陆地战甚至纯粹的空战 都不会落到海战的悲惨下场 显然不是比较几种形式的中方人员伤亡 当然 我理解蜀国总统 是希望中共打海战的 但中共绝非猪头 他们的海军的最大职能 永远是演习 接下来真会开枪的地方 很可能在搬攻错地区 刘仲敬说 恰好相反 大蜀民国最有力的路径是 中国资源大部分消耗在大白巷上 在米亚治安军退化为缩标军 没有经过戏剧性的历史事件 就像缅甸一样 逐渐退化为各路豪强军阀 支离破碎的三不管地带 然后对中小军阀上下其手 优势在我 如果在2028年以前 打太平洋战争 泡沫化是必然的 太平洋战争不存在 而2036年以前 打中印甲五海战略好一点 但还是处于被动地位 赞米亚军阀混战 才是最好的 主动权在我 但为国家利益考虑 每一种可能都要计算在内 事与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 大规模海战的悲惨战果 传导回国内 就会在最短时间内 导致总统阁下口中 对大蜀民国 最有利路径的开端 刘仲敬说 但是会产生两种自由结果 进水楼台的军阀 抢先夺权 盟军分区占领 以及一种可能的最不利结果 中国放下大白相包袱 成立改革开放干部和海内外所有统派的再次改革开放政权 并取得西方谅解 当然 所有这些可能都比现状 更比过去几十年的任何状态更有利 所以说 事与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美国之音报道 六四事件后 中国采取韬光养晦政策 但习近平上台后 通过反腐和压制异议人士稳固权力之后 开始在全球主动出击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说 习近平展露出中共本质 但西方离看穿中共还有相当距离 某人说 不主动出击 难道坐以待毙 刘仲敬说 说得太对了 事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说 幼稚的美国人 华盛顿正在等待第二个邓小平的出现 崛起和掌权 美国驻华大使 是美国提供对华政策意见 第三序列重要人物 排在他之前的是国务卿布林肯 和主管远东政策的副国务卿 从美国驻华大使 将中美关系走向对抗 归因于领导人 而非中国的体制和文化的这个表态来看 非常清晰地表明 美国智库 已经完成对美国政治高层的游说和政策部署 华盛顿正在静待中国政治高层的更迭 等待下一个邓小平的出现后 然后再重启中美之间美好的夫妻生活 大家还记得中国有个高管 叫汪洋 有一次他访问美国时 公开发表言论 称中美关系是夫妻关系 一时之间舆论哗然 实际上 今天中美关系的走势和情态 完全没有脱离邓小平的既定策略 正是按照毛邓对美路线 稳扎稳打的前进 好多人可能无法理解我的这个表述 毛一直想和美国争霸 但奈何国内政敌环似 毛的后半生就完全是在和他的战友们内耗内卷了 邓比较务实 知道口袋里没钱 特别是对越南一战 解放军打得太艰难 狼狈 军队垮塌的不像样 邓才从现实出发 提出了影响至今的基本国策 韬光养晦 待时机成熟 再有所作为 邓江湖三代 执行韬光养晦 庄孙子和美国搞好关系 用市场换技术 尤其是江泽民 哄得克林顿晕头转向 2001年加入世贸 中国经济直接起飞 一跃而启成世界第二 然后 时机成熟了 习 开始执行第三步 有所作为 如何作为 第一 收复台湾完成统一 突破太平洋第一岛链 第二 主导建造东亚政治新秩序 中国成为东亚共主 恢复中华帝国 东亚地缘政治 藩主国的历史荣耀 第三 中美共治世界 至此 各位可否明白我说 美国人幼稚的缘由 因为中美对抗 是中华帝国的政治文化内在 逻辑所决定 领导人 根本非根本因素 可惜 三亿美国人 只有博明这一个美国人 懂这一层政治逻辑与道理 毕说 一尊说了 中国无意与美国争霸 只是想恢复到历史状态 及东亚盟主的位置 所以 其实 中国并非不能与美国再次合作 前提是美国退出东亚 刘仲敬说 大鼠民国无意与中国竞争 只想恢复1925年的历史状态 及独立自主的状态 所以 我国并非不能与中国再次合作 前提是 中国退出杨子江国际航道 蜀国中国一边一国 A说 网传6月7日晚 广州某公安局外 一群年轻人 向里面的警察叫嚣挑衅 让警察出来 不要躲了 目前原因未知 疑似与电动车被没收有关 B说 就是一年前 张献忠也还没出现在公安局门口 明年抢劫军械库开干 也是意料中的事 刘仲敬说 南越独立唯一出路ABC中文网报道 澳大利亚前总理 陆克文说 如果71岁的习近平 想要实现与台湾的最终国家统一 那么他很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内 也就是他80多岁之前采取行动 他说 美国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共同利益 是避免在台湾未来问题上 发生公开的军事对抗 因为无论结果如何 美国赢 中国赢 或血腥僵局 战后的世界都可能发生巨大变化 刘仲敬说 市与市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 四川内疆近日发布消息称 按照3%的比例 对市集行政编制进行核算精简 据报道 此前山西 河南 甘肃甘南 均在今年披露地方行政编制精简比例 从2%到5%不等 刘仲敬说 市与市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 全国体制内有多少公务员 体制内正式职工是100%缴纳社保 因此 体制内缴纳公积金人数 可以和体制内有编制的人数化等号 6月3日 三部门联合发布 全国住房公积金2023年年度报告 其中对2023年分类型单位住房公积金 缴存情况做了统计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 市角职工人数4835.9万人 国有企业市角职工人数3054 97万人 刘仲敬说 这样的分析太粗糙 军阀或豪强必须掌握具体的秩序生态 例如黄俄 山东老干部 贫下中农干部 改革开放干部各集团 在沦陷几十年政治运动中的分化组合 以及把头 帮会 教会 企业家之类新豪强集团的财政人士 治安关系网 事事都在大数民国一边 某人说 阿姨您觉得 这些豪强集团总人数 有一千万人吗 也就是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刘仲敬说 狭义的豪强也就几十万 一个险几百个 依靠豪强秩序生存的人口 至少三到五亿 国感资讯网报道 不造谣 不信谣 不传谣 做一个遵纪守法公民 近日 因有人误传谣言 导致百姓盲目抢购大米 造成市场恐慌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刘仲敬说 缅甸根本不缺大米 必然是军费开支 大幅度超过筹款能力 士兵屯田 也说明彭系军阀 在财政上没有出路 按照历史经验 屯田并不能够解决财政问题 除非种鸦片 滑鼠赞米亚的去全球化 和改革开放干部的失势 也使得老街贸易收入 不可能恢复 彭派军阀 及其沦陷区合作者 没有机会走白派军阀 和改革开放干部 闷声发大财的老路 除了禁军沦陷区 或持续的滑遍掠结 和碎片化割据以外 别无出路 事与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德国之声报道 民调显示 澳洲人对中国的信任度 大大降低 71%的受访者表示 中国将在未来20年内 成为澳洲的军事威胁 刘仲敬说 匪军战斗力 实在不能跟澳华的 白区党活动相比 不排华行吗 A说 以色列国防军 以安全局 和国境警察特勤队 邀蒙 在努塞拉特 展开大胆的联合行动 从努塞拉特市中心的 两个不同地点 成功解救了 四名以色列人质 他们是于10月7日 在Novi 音乐节上被哈马斯绑架 PS 哈马斯将人质 扣押在平民密集区 以平民为掩护 再次将巴勒斯坦平民 置身于枪林弹雨的 交战环境中必说 按照你的说法 当年中国就不该抗日 国共两党都是恐怖分子 刘仲敬说 说得太对了 大蜀民国的历史叙事 就是苏联和国民党中国 联合侵略我国 破坏诸夏各国和协约国 共同维护的条约体系 和杨子江国际航道自由 苏联 国民党中国和日本泛亚主义政权 都是条约体系的破坏者 我国人民对他们相互的恩怨 没有利益关系 中苏两国侵略我国 才是我国的世仇 世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提醒下刘总统 民国时期您的四川 从未完成过统一 至少有五个军阀割据 刘湘和刘文辉还偶尔打仗呢 所以您这个大蜀民国 得进一步解体 刘仲敬说 为什么要统一 1917年以前的墨西哥和中国 任何时代都同时存在 至少十几个军阀政权 就像今天的尼日利亚和缅甸一样 考迪罗主义只比 宪政民主的联邦国家 和封建自由差 比中国恐怖组织 和民国建筑帝国强多了 蜀国中国一边一国 德国之声报道 荷兰国防部表示 中国战斗机 在东海盘旋荷兰护卫舰 并接近其直升机 造成潜在的不安全情况 该护卫舰上周 刚刚穿越台湾海峡 有分析指出 此举反映出 荷兰政策的显着变化 刘仲敬说 保卫台湾海峡国际航道的自由航行 就像保卫柏林空中走廊一样 是绥靖主义的政策 武装大蜀民国国军 保卫杨子江国际航道的自由 才是长治久安的唯一出路 事与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要闻热点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芯片业巨头英伟达 NVIDIA 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公开称 台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一向对此类言论敏感的中国官媒 却仿佛无视 引发中国网民不满 科技产业专家指出 这是中国官方认知到 中国需要英伟达 但英伟达不需要中国的现实 中国需要全面发展 AA产品以提升国力 而英伟达芯片 是目前唯一或最佳的选择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土耳其外长结束对华访问 决定加征中国关税 土耳其政府宣布 对从中国进口汽车加征40%关税 每辆中国进口车最低的关税金额为7000美元 以保护土耳其本国汽车行业 美国之音报道 以色列救出4名人质 并打死数百名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星期六 6月8日 说 以色列不会屈服于恐怖 以军之前救出了4名被哈马斯激进分子 关在加沙地带的人质 他们在10月7日以色列南部的哈马斯恐怖攻击中被绑架 内塔尼亚胡在营救行动后 在作战时说 以色列不会对恐怖主义投降 我们在完成使命并返回所有我们活着的和死亡的人质之前 不会放弃 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 加兰特星期六在声明中说 星期六的营救行动是有挑战性的 我们的军队在加沙最复杂的城市环境中遭到猛烈射击 显示出如此巨大的勇气 加兰特说 这是他从军47年来目睹的最英勇和非凡的行动之一 这次营救行动发生在加沙中部努塞拉特人口稠密地区 空袭导致至少21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400人受伤 路透社说 当地医务官员说 这是战争开始以来最血腥的事件之一 社交媒体视频显示这次杀戮 但路透社无法立即核实 努塞拉特45岁的居民和医护人员齐亚德说 就像是恐怖电影 但这是真正的大屠杀 以色列无人机和战斗机一整夜任意攻击民宅 和试图逃离当地的民众 他通过信息应用对路透社说 当地阿瓦达清真寺和一个市场受到轰炸 他说 喂救四人 以色列打死几十名无辜的平民 以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少将说 在一个居民区中心进行的营救行动遭到射击 哈马斯一直在这里在加沙平民中隐藏被武装分子看管的被俘人员 哈加里并说 以军还击包括空袭 一份警察声明说 一名以色列特种部队军人在行动中被打死 以色列说 四名被营救出来的人质分别为25岁的诺亚 阿加玛尼 21岁的阿尔默格 梅尔 减 27岁的安德烈 科兹洛夫 和40岁的石洛米 其夫 以军说 他们被带到医院检查 健康状态良好 哈马斯领导人 伊斯梅尔 哈尼亚 星期六在声明中说 我们的人民不会投降 抵抗将继续 面对这个罪犯敌人 保护我们的权利 一名哈马斯官员 同时对路透社说 以色列在战争八个月前开始以来 只救出四名人质 显示失败 不是成就 哈马斯还说 依然关有最大数量的人质 还可能增加 美国总统乔拜登 称赞四名以色列人质 在加沙获救 他在巴黎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他和马克龙都欢迎人质返回 在所有人质回家 并实现停火以前 我们不会停止努力 白宫星期六在声明中 也支持所有确保剩余人质或事的努力 包括美国公民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捷克 沙利文强调 正在进行停火谈判的重要性 法新社根据以色列官方数字报道 10月7日恐怖攻击 造成以色列1194人死亡 大部分是平民 哈马斯并绑架251名人质 116人依然被关在巴勒斯坦的土地 包括41名死者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点赞和分享转发 欢迎订阅